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睡梦之中呢 山东泰安市新泰市公安局值班室的电话 突然就响起来了 值班员姓王 这小玩儿呢 习惯性的抓起来电话筒 就听到对面传来气喘吁吁的声音 公安局嘛 我这是东柳村啊 昨天晚上十一点半 我们村的韩姓存被人用枪打伤了 人呢可能是不行了 已经送到市医院抢救了 枪击案这还了得呀 案情就是命令啊 小玩儿也顾不上公安局领导 睡觉不睡觉了 立刻向领导做了汇报 副局长李万吉 已经在公安战线上 奋斗了三十多年了 这是老刑针了 他呢带领着一部分民警赶到了市医院 在抢救室里面 医疗人员呢 正在努力的抢救被害者 韩姓存 韩姓存呢 是个男青年 二十五六岁的年纪 当时还处在昏迷状态 就见他后脑勺的毛发部位啊 已经脱落了 表皮呢 有几处不规则的裂缝 呈现出那种蜂窝状 伤口四周还隐隐约约 能够看见烟熏的痕迹 左耳朵还往外流淌着白色的脑脊叶 您各位想象一下这画面吧 那是惨不忍睹啊 不过 这处伤口是用枪打的吗 从这伤口形状来看呢 既像 又没那么像 所以啊 民警脑海之中 闪现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这东柳村 在当地不是一个大村 也就是百事户人家 七零八落的 都在山脚底下 村东头呢 有几间草房 特别破旧了 从破旧的程度来看 就能够看出来 这房主生活到底有多艰难 这男主人呢 早就去世了 女主人呢 姓张 这张大姐呀 过得可不容易 一把屎一把尿的 拉扯着四个孩子过活 老大叫韩姓昌 案发四年之前 已经成家立业 自己出去担过去了 二儿子叫韩姓存 也就是被害人 三儿子呢 叫韩姓福 女儿呢 叫韩姓红 这三个孩子 还是跟张大姐一起生活 经济条件可不富裕 但这一家人感情挺好 挺和睦 这日子呀 过得倒是踏踏实实 安安稳稳的 这不 全家人哪 最近又盖了三间新房 张大姐 这作为老母亲 托人犯人的 好说歹说 给二儿子韩姓存 说了个媳妇 准备当年农历 九月初五 就要结婚了 马上这就要办大喜事了 哪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呢 要结婚的韩姓存 遇此横祸呀 案发前一天中午 也就是农历八月十四 韩姓存为了筹备婚事 还跟他娘在那商量借钱的事呢 毕竟家里边没钱 又盖了房子 哪更是一瓶如洗了呀 决定啊 跟小姨家借点 八月十四 下午三点多 韩姓存呢 从他小姨家 借回来了几十块钱 八十年代初 结个婚呢 也花不了多少钱 并且几十块钱 在当年 这也不是一笔小钱了 吃晚饭的时候啊 三弟韩幸福呢 没在家 这张大姐呀 心里边挺窝火 挺生气 小福子这孩子 一大早上出去 午饭没回来吃 晚饭也不回来吃 也不知道又到哪封去了 到了晚上八点多 韩姓存 跟自己的母亲张大姐 到西林家里边去推磨去了 推完磨 收拾完了回来 已经十一点多了 哪该躺下睡觉了呀 韩幸存呢 平时跟他弟弟韩幸福俩人 住一个屋子里边 挤在小男屋的一张床上 最近这不该秋收了吗 队里边啊 让这韩幸福 到长院里边看厂子去 这小福子呢 也就不在家睡觉了 韩幸存一个人睡 躺下半个多小时 迷迷糊糊糊的就睡着了 白天毕竟挺累的了 又借钱又推磨的 这时候啊 张大姐突然就听见 二儿子韩幸存屋子里边 发出咚的一声响 紧接着就听到 韩幸存撕心裂肺的喊声 张大姐赶紧穿好衣服 跑进小男屋这么一看 就见儿子韩幸存 满头是血 已经没反应了 公安人员到了韩家之后 进行了初步勘察 把这情况呢 向泰安地区公安处 做了汇报 在地区公安处 领导的协助之下 民警呢 重新又对案发现场 进行了勘察 当时的老局长 郝赵发 已经年过半百了 眼神也不好使了 带着老花镜 把这韩幸存 睡的那枕头 颠来倒去 反复看了好几遍 这枕头啊 是卖嚷子的 什么叫卖嚷子呢 就是把那麦子杆 干了之后 拿炸刀 给它炸碎了 冲到枕头里面 有点跟现在好多人 喜欢睡的 乔麦皮枕头似的 郝局长 把这枕头拆开 反反复复的 看里边这麦嚷子 终于从这麦嚷子里边 找到了五块 沾满血污的 纸质雷管碎片 还在枕头底面 中间缝合的那个地方 发现了一条 差不多十厘米长的 撕裂的口子 有雷管碎片 但是在屋里找来找去 却没找到引爆的物品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候啊 这韩幸村床铺 右上方的窗台 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据张大姐说呀 案发这天下午 在这窗台上啊 码的是整整齐齐的玉米棒子 可是现在呢 这玉米棒子明显移动了 有几个还掉在地上了 另外 在外边窗台下边的柴火堆里 还发现了一截干电池是紧急牌的 各位 记好了这个细节 这截电池 对最终案件的侦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这电池是干嘛用的 到底是谁要害死韩幸村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在现场勘察的时候 韩幸村的妈妈张大姐也提到这么一事 说本来呀 韩幸村睡觉那屋的窗台上 有马的整整齐齐的玉米棒子 可是出了事之后 突然就发现那玉米棒子挪了地方了 甚至窗台底下还掉了几个 更关键的是 在外边窗台底下 还发现了一截紧急牌的电池 经过测试电压是1.52伏 电池的正极负极没有摩擦痕迹 证明是一截新电池 没用过 反复查证之下 据张大姐说 这电池可不是自家的物件 现在种种迹象都表明 这很可能是一起经过周密安排 利用电池引爆的杀人案 为了证实杀人案的这种作案手法 几名民警啊 在领导的指挥之下 又找过来一颗猪头进行了模拟实验 实验证实 两枚雷管引爆的结果和伤者是很相似的 那猪头上的那个伤口啊 跟这韩姓存后脑上的那伤口很一致 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爆炸杀人案 那么这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呀 为什么要杀韩姓存呢 有什么仇怨呢 根据走访 大家都反映 韩姓存这人特别好 很憨厚 人缘好 街里街坊就没有不夸他的 跟谁也没结过仇 那基本就排除了仇杀的可能 这时候警方啊 经过讨论 又想 这韩姓存快要结婚了 在结婚之前发生这样的事 会不会是跟情感纠葛相关 是不是情杀呢 韩姓存的大哥韩姓昌 也说了一个事 今年七月份啊 在村里扒五的时候 扒出来了好多电缆皮 肯定是有人偷电缆 是不是这偷电缆的人 要杀人灭口啊 也有人说了 姓存呢 人是挺好 但他们家太穷了 二十六七岁 这才说上媳妇 更惨的呀 是他们家老三韩姓福 现在还是个光杆司令呢 二哥这一结婚 家里边又一个子都不剩了 那韩姓福什么时候能结上婚 说上媳妇 更说不准了 有没有可能是老三屠才害命呢 但这个意见很快被否定了 因为大家还是认为这是一母同胞亲生兄弟不至于的 在那个年头啊 兄弟姐妹互相残杀的案子是非常非常少的 这案情呢 一时之间就陷入了僵局 为了及时侦破案件 市公安局立即组成了侦破小组 有着丰富破案经验的那些老民警都加入了进来 这侦破小组一共有12名警察同志 侦破小组就分析 这案子的性质呢 已经可以下定论了 一定是谋杀案 这凶手用的那家电池是新买的 这凶手呢 还有纸质雷管 还有一定的爆炸常识 更主要的是 这凶手到韩家作案的时候 没有被人发觉 那年头村子里边家家户户养狗 四邻八舍的狗 也没叫唤 也没咬 这说明犯罪分子对韩家 以及韩家周围的情况都很熟悉 因此专案组决定 凡是具备这几种特点 其中之一的 就要列为嫌疑对象 哪几种特点呢 对韩家熟悉 有一定的爆炸常识 有纸质雷管 买过电池 那么最后 根据这些条件 签订了三个人 一个叫刘青吉 一个叫赵财浦 一个叫杨旭进 据村民们反映啊 这三个人呢 都不算好人 都有偷盗嫌疑 平时就偷鸡摸狗的 但是侦破小组 当时也没掌握什么铁证 也没掌握 他们三个人的情况 不过这三个人 还是有一些异常的地方 是令人值得怀疑的 自从侦破小组 进村之后 这三个人明显很紧张 见了公安人员 躲躲闪闪的 有好多村民 都接受过民警的询问呢 这三个人 别看自己不敢见警察 但他们会找这些村民 去打听情况 公安局都问你什么了呀 他们查怎么样了呀 如果说这三个人心里没鬼 至于这么紧张吗 很可能啊 这三个人 就是这起案件的突破口 那么这三个人 到底从谁开始突破呢 侦破小组 扫听来扫听去 得知这三个人里面 胆子最小的是刘清吉 那行啊 先把他叫过来 进行询问吧 侦察人员 把他叫过来之后 开门见山 刘清吉 村子里边出了杀人案了 你也知道 你对这案子 有什么看法啊 这个我 我没 没什么看法 甭管问他什么 都显得支支吾吾的 一直到了晚上11点20分 刘清吉啊 已经是恐惧至极了 在公安人员的威慑之下 吞吞吐吐的交代了他们三个人 合起伙来不干好事的犯罪事实 这三个人 关系还不错 杨旭进呢 偷盗成姓 后来啊 把刘清吉和赵财浦 就拉进来了 仨人就成了一个小团伙 从前一年11月底 到案发这年年初 这就算是一个小型偷盗集团了 先后从新泰火车站行李房 新问供销社门市部 偷了三辆自行车 还偷了一部分衣物和布匹 现在啊 那些赃物还没来得及处理呢 都放在杨旭进家里边了 不过刘清吉说 我们确实偷东西了 但我们真没杀人呢 杀人案他是没承认 不过这无意之中 又破获了两起旧案 这也挺好 接着公安人员又审讯了赵财浦 赵财浦说的 跟刘清吉一模一样 第二天一大早 这侦破小组的成员呢 就赶到了杨旭进家 杨旭进呢 已经下地干活去了 只有杨旭进的妻子李文化在家呢 这民警也怕打草惊蛇呀 就跟李文化说 找杨旭进有事 你去地里边把他叫回来 李文化一走 家里边没人了 民警趁机就检查了 杨旭进的家 什么也没发现 杨旭进回来之后 跟着公安人员就来到了队部办公室 在面对警方的时候 杨旭进说出来了一段话 让这起案件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这杨旭进说了一些什么 他到底跟这起凶杀案有没有关联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警方呢 来到了杨旭进家里边 杨旭进不在家 他老婆李文化在家呢 哎 正好找了个借口 把他老婆就支出去了 等杨旭进回来之后 公安人员就把他带到了队部办公室 审讯杨旭进比审讯刘清吉和赵财谱 要难得多 这个人呢 年纪也大点三十七八岁 还有个绰号叫小能人 脑子活泛挺机灵 一双眼睛啊 也不大 在办公室里边喳巴喳巴的 装出来一副没事人的样子 有一位老刑侦 干审讯工作干好几十年了 不急不忙的 点了一根烟 慢慢的抽着 脸上啊 极其的祥和 马恨慈祥 就问他 最近一两年 干过什么违法的事吗 咱们呢 这就是聊聊天啊 杨旭进可就都开圈子了 这也说 那也说 就是不提自己偷东西的事 老赵这时候啊 脸色一变 目光很严厉的盯着他 人家都说你是个聪明人呢 你办的事 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 你不说 也跑不了 就看你是真聪明 还是假聪明的 这句话啊 不动声色之间给了杨旭进 无尽的压力 逐渐招架不住了 这时候啊 低下了头 但是 一个字也不吭 依然拒不认罪 到了下午两点 这询问 已经持续八个小时了 杨旭进 忽然抬起头来 我说 我什么都说 韩姓存 是我杀的 啊 本来啊 侦破小组的人 已经认为 这杀人案 很可能跟杨旭进 他们三个没什么关联了 这一下子 他竟然承认了 韩姓存是他杀的 但是 针对之前那俩人 交代的盗窃罪 这杨旭进 却死不承认 这个结果 完全出人意料啊 专案人员呢 互相换了一下目光 不用说话啊 这就叫默契 这么难办的案子 这就完了 杀人案 这就破了 他杀人案都承认 为什么不承认 盗窃案呢 接着就又问他 你为什么杀 韩姓存呢 你用什么手段杀的呀 杨旭进说 你们也别问我 为什么杀他了 我跟他有仇 我早就想杀他 用的是土枪 接着 这杨旭进说 同志 我要小便 杨旭进走出了审讯室 侦察员小刘 紧跟在他后边 这时候啊 杨旭进趁着小刘不注意 哒哒哒哒哒哒 可就跑了起来 一头撞到了石墙上 砰 顿时血流满面 人就晕过去 不省人事了 侦察人员一看 怎么着 这是要自杀呀 赶紧把他送到医院 进行抢救 这边对他进行抢救 那边呢 这侦破小组 得讨论呢 真的是杨旭进吗 经过调查 经过分析 杨旭进和韩幸存 没有什么大的厉害冲突啊 尤其是杨旭进 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韩幸存被害那天 杨旭进到一个朋友家喝喜酒去了 还喝醉了 因为喝醉了 朋友护送他回了家 回家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 至于说的作案手法 是用土枪杀人 这也不存在呀 一来杨旭进没有土枪 二来也没有人借给过他土枪 三来已经证实了 那不是枪伤 那是炸的呀 很显然 杀害韩幸存的 并不是杨旭进 那他为什么要编造谎言呢 用意是什么呢 杨旭进经过抢救 没有生命危险了 终于啊 从昏迷之中醒了过来 这才说出了实话 我是偷了不少东西 现在还放在我家地窖里呢 我觉得承认了偷盗 罪过也不清 我还不如承认杀人 让你们调查去呢 后来又想 甭管承认哪种罪 我在柳树村 也混不下去了 不如干脆 一死了之 嘿嘿 竟然是这么想的 宁肯把别人犯下的杀人罪过 揽到自己身上 也不愿意承认自己 偷东西的事实 在韩旭进的家里边 终于是缴获了这些赃物 长达半年之久的偷盗鸡案 这算是破获了 但是杀人案的线索又中断了呀 谁才是杀人犯呢 最有可能的三个人都排除嫌疑了呀 案件陷入到瓶颈之中了 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突破 就在这时候 事情有了变化了 这天哪 东柳村村民万广言 到专案组反映 说今天一大早 我十分的时候 在一队长远屋子东边的地瓜地里边 捡到了一截电池 一边说着 一边把电池 就交给了侦破小组的人员 经过侦察员鉴定 这家电池也是紧急牌的 和案发现场发现的那家电池 一模一样 只是啊 因为电池防护层被雨水淋过了 经过测试 电压是1.51伏 各位 咱们之前说的那家是1.52伏 仅仅相差0.01伏 侦破小组的成员呢 立即赶到了这长远的现场 长远边上 有这么一间小草房 是看护长远的人住的 这长远呢 离村子有200来米 就一条小土路 穿过一片地瓜田 再绕过村子南边 一片偶糖 侦察人员在现场 就反复的搜索 又找到了两件同样的紧急牌电池 并且认定这三件电池 就之前万广言交上去那件啊 这是同时一落在这里的 侦察人员认为 这电池上边大有来头 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这案子也就突破了 你看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电池上面 这电池到底是哪来的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上期节目啊 咱们又提到了那几件电池 侦破人员也知道 把这电池弄清楚了 这案子基本上也就破了 看抢的人呢 一共有三个 一个人叫于西青 五十多了 一老头 一个人呢 叫王小五 只有十九岁 小伙子呢 再一个就是韩姓村他弟弟 韩姓福 据了解啊 这老鱼和小王 跟韩姓村没有任何厉害冲突 案发当天晚上 俩人先后九点多 来到这屋子里边 白天呐 庄家人得种地 累了一天了 俩人呢 说了几句话 倒头就睡 侦破组的成员 就问这老鱼 韩姓福 什么时候睡的呀 老鱼说 不知道 可是 侦察员老赵 干了这么多年行侦了 最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 从老鱼吞吞吐吐的话语里边可听出来了弦外之音 就耐心地做他的工作 老鱼啊 你仔细回忆一下 这个事情很重要啊 这么恶劣的案子 要是不把坏人抓住 那今天是韩姓村 明天可就指不定是谁喽 老鱼啊 思来想去 琢磨了半天 终于吞吞吐吐的说 那天晚上啊 我跟小五刚睡下不长时间 韩姓福就来了 倒头就睡 差不多十一点来钟吧 我呢 因为晚饭多喝了两碗粥 被尿给憋醒了 我正好看见韩姓福 穿好衣服出去了 姑妈这过了半个小时吧 韩姓福又回来 脱衣服躺下了 隔了不大一会儿 他妹妹就跑过来叫他 一边哭着一边说 三哥 二哥出事了 你赶紧回家吧 韩姓福呢 蹭冷一下就坐起来 突然就开始喊 地震了地震了 快起快起 可是哪有地震呢 从老鱼的描述之中 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 韩姓福当时的举止是非常反常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 老鱼提供的情况 对案件侦破来说很重要 正因为老鱼说的这些 现在所有的嫌疑 可就都指向了韩姓福 当时送韩姓存去医院的拖拉机的那个司机师傅说呀 他发动拖拉机的时候 韩姓福也去了 两只手啊 都在那发着抖 使劲的抓住了这个拖拉机师傅 他说你不怕吧 我看见有人往地瓜田里边跑了 这很明显是故意拖延时间 故意吓唬这拖拉机师傅 他的哥哥被炸了 全家人都急得不行了 怎么韩姓福不着急呢 甚至后来啊 在村子里面有意的散播消息 他说了 公安局审问我 真是笑话 我能杀我哥呀 这要不是做贼心虚 为什么还专门跟别人声明这些事情呢 这些呀 都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 根据调查 韩姓福刚满20岁 中学毕业之后啊 就不上了 在家务农 一开始呢 去过云南 闯过曲阜 跟外边啊 也有些交往 干的可不是什么正经事 鸡鸣狗盗的事 没少干 这东柳村周边呢 有矿区 不少人呢 手里都有雷管之类的爆炸物 逢年过节的 这韩姓福就喜欢用雷管 代替那爆炸啊 因为这雷管他炸出来响啊 他对引爆技术非常的熟练 要说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 在案发那天晚上 距离村边五十多米的那个藕塘里边 有人正偷藕呢 一共是六个人 俩人呢 在水里的河叶里边扒藕 四个人呢 就在这池塘边上 在那望风 正偷着呢 突然就听到 咚的一声 六个人下了一机灵 赶紧就看向村里那个方向 不一会儿就见韩姓存家那边跑出来一个人 中等个头上身穿着白色衣服猫着腰 顺着藕持东边的小路向长远方向去了 事后啊 侦破组的成员问到这一情况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偷偶的说了 那天晚上 我藏在河叶下边 藏着身子 跑的人离我是最近的 只有十几米 那脚步声啊 噗哧噗哧的 我看着挺像韩幸福的 还有一个事儿 也引起了侦破人员的兴趣 韩幸福呢 跟邻村一姑娘谈着恋爱呢 谈恋爱接下来 那就应该是讨论结婚的事儿啊 但这姑娘说了 如果你没有房子 我就坚决跟你散伙 哪怕我同意跟你在一起 我爹娘也不同意 那如此一来 韩幸福就有作案动机了 因为他们家盖的那房子 给韩幸存 让韩幸存结婚用啊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侦破组的成员呢 又精心布置 正好案发也快过去一个月了 农历九月十四这天 进行了实验 完全证实了偷偶的那个人 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 在月光之下 十几米范围之内 看人是能看得很清楚的 同时侦察员呢 从韩幸存家 到长远的那个草屋里面 来回跑了两趟 时间和老鱼估计的也差不多 再加上偷偶那人说了 当时听见韩幸福 跑着的时候那脚步声是噗哧噗哧的 只有穿过去的那种泡沫凉鞋才是这种声音 而那天晚上韩幸福穿的就是这种泡沫凉鞋 一切都清晰明朗了 现在啊 就该直接跟韩幸福接触了 经地区公安处批准 公安人员呢 把韩幸福控制了起来 在强大的攻势之下 在人证物证拒权的事实面前 韩幸福不得不如实交代罪行 他说呀 我跟隔壁村的刘爱梅正搞对象呢 我为了得到房子结婚 就起了杀死我哥的念头 八月十二的时候 我到煤矿找熟人 要了俩雷管 八月十四 又到小邪供销社门市部 买了四战一号电池 晚上八点回到家里 趁家里没人 把二哥那枕头就撕开了 放进去俩雷管 把导线就引到窗户外边 我就回厂院里睡觉了 十一点多 我带上买好的四战电池赶回家 趴在我二哥窗台底下 停了一会儿 他在那打着呼噜呢 确实睡着了 我就接通了电路 爆炸以后 我拉走导线 沿着偶迟旁边那小路 跑回了长院 这时候才发现少了一件电池 我怕露出马脚来了 我就把剩下那三件电池 都扔进地瓜田里了 导线扔进小河边的草丛里了 至此 这起杀凶案 经过公安干警 一个多月的侦破 终于水落石出 而韩幸福最终也因故意杀人罪 被依法判处死刑 咱们今天来说一什么案子呢 来说说发生在山东高清的一桩命案 2015年2月13号 这一天呢 是农历腊月25了 眼瞅着就得过年了 家家户户呢 得张罗着买年货啊 制备东西啊 迎接过年了 可是 山东高清县 亭子里村 一个村民刘春宏的生活 被打乱了 怎么回事呢 刘春宏啊 这一天出去了 回来的时候呢 就发现家里边大门给插上了 自己进不去 就去邻居家呀 去借梯子 在路上呢 正好碰到一邻居 哟 春宏 干什么去啊 哦 我那什么 借个梯子去 这门插上了 我也进不去 那邻居一听 嗨 借什么梯子呀 这么着 我呀 跳墙进去 我给你把门打开 不就完了吗 刘春宏一听 那感情好啊 可就麻烦你了 这个邻居呢 就顺着墙跳进去了 给刘春宏呢 把门就打开了 这门一开 刘春宏可就惊呆了 邻居也吓傻了 因为啊 刘春宏发现 自己的丈夫李征 就躺在院子里呢 李征啊 当时是47岁 据跳进去 开门的这个邻居说啊 李征呢 是斜躺在院子中间的 身边啊 有这么两滩血迹 还有一个药瓶子的碎片 出了这么大事 乡里乡亲的村民们 就都赶到现场了 去了之后 大伙一看呢 都认为李征 是服药自杀 就开始张罗着办后事呗 也劝刘春宏啊 哎呀春宏啊 谁也想不到啊 这李征 怎么就干这样的事了呢 怎么人就没了呢 不过呀 你也别太伤心了 他这后事 咱们得赶紧张罗着呀 但这时候啊 还是有亲属感觉 这事不对劲 真的是自杀身亡吗 还是报警吧 让警察过来看看吧 这么着 大伙呢 就报了警了 警方到了现场之后 一看这李征的尸体 就发现 这个事啊 没那么简单 为什么呢 死者李征的头部 是有外伤的 而一看这外伤的状态形状 不是摔倒形成的 那不是摔破的 到底是怎么受的伤呢 刘春宏啊 这时候就跟民警说 说一个多月之前呢 李征出过一回车祸 当时呢 反正也是后脑勺 那块受了伤了 这回有没有可能 是他摔到地上 结果把那伤 又给勾出来了呀 民警一看这伤口 一般说摔倒了的 那么伤口的形状 不会很规则的 但是李征的伤口啊 第一是比较规则 第二 数量比较多 这伤口明显不是一次形成的 那要说是摔倒 摔一下就完了呗 摔下去 哎呦不行 我这瘦的伤不重 我赶紧爬起来 再摔一回吧 再摔一回 还不行 再爬起来 再摔一回吧 那不可能啊 所以 从这一点上来分析的话 李征的这个伤口 应该是外力击打 所形成的 如果说 李征 这后脑上的伤 是外力击打形成的 那么这可就不是自杀事件了 这可就是涉嫌 故意杀人的 刑事案件了 高清警方呢 第一时间就启动了 命案侦查机制 首先呢 得确定李征的真正死因 法医呢 对李征的尸体进行了解剖 就发现尸体的烟部 气管 食道里边啊 包括胃里边 都有农药的成分 李征体内确实是有农药 这证明 他喝了这农药了 但很快警方又发现这里面有问题 为什么呢 气管会验部啊 就这个腐蚀的是比较厉害的 但是胃里边啊 腐蚀的不厉害 食管里面腐蚀的也不厉害 这就说明 这药可不是自己喝下去的 而是人死之后 又被灌了农药 法医的解剖结论 也证实了警方之前的推测 现在已经板上钉钉 确定李征不是服毒自杀 而是有人把他杀害之后 又伪造了服毒自杀的现场 那么谁会杀李征呢 这案发地点 就这亭子李村啊 村子不大 一共一百多户人 大多数呢都姓李 算是本家 这么多年呢 很少有刑事案件发生 警方就考虑 会不会是外地人流窜作案呢 可是啊 这村子里面 进出村子的那个村口呢 有监控摄像头 这一查 发现没有可疑人员 那会不会是为财杀人呢 把李征家里的贵重物品 都盘点了一下 也没有丢失贵重物品 家里也没有乱翻乱动的痕迹 这就排除了入室抢劫类的杀人 排除了财杀 那就剩下仇杀和情杀了呀 这时候啊 法医的详细检测报告也出来了 最后确定死因 是五压口鼻引起窒息 还有击打 共同形成的 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联合死因啊 就前边捂住鼻子捂住嘴 憋的也差不多快死过去了 后边呢 这后脑勺上挨的那几下子 那也都是致命伤 在对理睁体内进行毒化检验的时候 警方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奇怪的事情 在他的身体组织里面呢 一共检出来了两种毒药 一种呢 是毒鼠墙 另外一种呢 是甲半磷 这是一种有机磷农药 毒鼠墙呢 是毒鼠的啊 在这理睁体内 一共检测出两种毒药成分 死亡原因 又是联合原因 很复杂 所以警方就对凶手的这种作案动机 作案心态 进行了一个分析 用这么多的方法 就为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杀死李征 这足以证明 这个人对李征的仇 到底有多深啊 这是想方设法的 我非得弄死他不行啊 我给他喂毒药 我怕他死不透 我这拍他后脑勺 我也怕他死不透 所有手段都用上了 那么仇杀的可能性就很大呀 警方呢 就对李征的社会关系 包括经济债务关系 进行了走访和调查 乡亲们就都说呀 说李征呢 是那种特别顾家的人啊 平时在外边下了班了 立刻就回家 在家呢 也不怎么出来串门 反正就是特别老实 特别本分那么个人 随后警方通过调查 发现这李征的社会关系 的确很简单 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说赌博呀 这什么黄赌毒这些 人家都不占 那么谁会对这么一个踏实本分的人 下毒手呢 这时候啊 村民们包括邻居们 就反映了一个问题 哎呀 李征啊 跟外人事都挺好 但是他跟春红两口子 关系可能不太好啊 反正他俩经常吵架打架的 警方一琢磨 这夫妻有矛盾 那再正常不过了 哪对夫妻他也不可能说 一辈子不吵架呀 那有矛盾 总不至于杀人吧 但是 这时候刘春红的一些举动 还是让警方产生了质疑 首先呢 刘春红的态度上 就有点不对劲 就自己的老头死了 太淡定了 并且啊 刘春红反复的跟民警说 李征之前就有自杀的想法 另外一个让人疑惑的是什么呢 这刘春红发现李征出了事之后 特别着急的打扫现场 当时不是院子里边有血吗 他呀 就安排别人把那血用水冲干净了 然后呢 又安排别的乡亲们 把那个农药的那玻璃瓶子 打扫之后扔了 扔到自己家厕所里边 各位想想啊 丈夫死了呀 即便说啊 没有保护现场的意识 那也不至于这么积极的去打扫吧 根据这些推测 警方就觉得 李征的妻子刘春红 嫌疑啊 越来越大 于是呢 警方又仔细梳理了 刘春红和邻居回家 发现李征时候的情况 这刘春红借梯子的时候 那借的是声势浩大 沸沸扬扬 为什么这么说 一开始呢 先到他四兄弟家里边借梯子 后来呀 没借着 又到另一个邻居家借梯子 这个邻居一听说借梯子 赶紧的就跟刘春红说 哎呦春红啊 我那梯子呀 刚借给别人了 这邻居呢 还特别热心茬 就让自己的老婆啊 跟着刘春红 一块去找回来那个梯子 在路上的时候呢 又遇上了另外一个邻居 还是说这事啊 就是得借梯子 哈哈 然后这个邻居 才热心肠说 这么着吧 我翻墙进去 把门给你开开 不就完了吗 就不用借梯子了呀 这就感觉 他是故意的 让这么多的人都知道 他进不去门 要借梯子 务必保证 打开门的时候 身后是站着那么多的证人的 那么这些人就能替他证明 自己不知道里边发生了什么 这种种的迹象 就让警方有了一个推测呀 刘春红应该就是杀害李正的凶手 但这只是推测 没有证据啊 警方对刘春红进行了问询 刘春红啊 就把自己那一天的整个行动轨迹 都交代出来了 刘春红说呢 案发当天 他去小作坊上班去了 当天李正的弟弟 也到过李正家 发现大门呢 也确实上锁了 并且李正的弟弟 看见李正家晒着被子呢 警方一查 刘春红那天确实也上班去了 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呀 如果刘春红是凶手 他是怎么在李正死了之后 把门从里边锁上 又出来上班的 第二个 根据李正他弟弟的描述 案发当天 他看见李正在院子里边晒被子呢 晒被子是白天的 但是白天 这刘春红 他确实上班去了呀 他上班的那小作坊 同事们也能证实 说刘春红一大早就去了 晚上下班才走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怎么作案呢 这背后到底还有什么玄机呀 咱们接着上期节目说 警方啊 再次对案发现场 还有现场周边展开调查 又询问了 那个帮着翻墙进去开门的邻居 邻居就说呀 他当时开那门的时候呢 发现那门是从里面插上的 除了插着之外 还有那顶门的那个杠子啊 在那顶着 这算是双保险呢 就外边绝对是进不去 就你想打开门 你是肯定开不开的 这时候警方就琢磨 李征自己大白天的 哪怕说在家睡会儿午觉 不至于小心到这个程度吧 那么会不会是有人 故意制造出来 李征自己上了所在家睡觉的假象 警方呢 提取了药瓶的那碎渣 打算看看 第一个能不能把这药瓶给拼起来 第二个 看能不能从这碎渣的表面 提取到有效的指纹 忙活了半天 这碎渣子上确实提取不到指纹了 但是啊 经过对药品进行分析 警方就判断 在亭子里村周边 卖这种老鼠药的商铺并不多 那就挨个的查呗 挨个的走访 果然呢 找到了卖药的这个商贩 这卖药的老板就说呀 哎呀 买这药的人呢 确实不多 有个女的来买过这药 通过这个卖药的老板 进一步辨认 这个买药的女人 还真是刘春宏 说当时呢 这刘春宏买药的时候 还问过这老板呢 哎你这药 药是药人行不行啊 药人啊 这是当地的一种说法 也就是拿这药去毒人家行不行 掌握到了这些信息之后 警方呢 立刻就把李征的妻子刘春宏 带到了派出所进行询问 一去了之后 这刘春宏一百个不承认呢 民警呢 就开始给他讲道理啊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的 就跟他说了很长时间 最后 刘春宏哭哭啼啼的说 这李征 是我打死的 刘春宏说呀 李征每天晚上呢 有个习惯 喝红糖水 咱也不知道 是不是肚子疼啊 还是怎么着 反正呢 这刘春宏就想到了 你不是天天喝糖水吗 那红糖水味也重啊 我就在水里下毒吧 15年2月12号 刘春宏一大早 就赶到了集市的这农药店 刘春宏说呀 当时自己心里边也害怕 但一想到李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是恨得牙根痒痒 下定决心 我非得弄死他 刘春宏说 平时俩人经常因为小事会有所争吵 李征呢 每回只要一吵架就会对他大打出手 他说我呀 受到这种家庭暴力受了这么多年 我受够了 那么刘春宏说的是实话吗 警方在走访过程之中 针对刘春宏说的这些情况就进行了调查 但是啊 家庭暴力这个事是吧 只要不是特别严重 那外人人家也不知道这情况 也不知道这底细 刘春宏呢 也跟民警说 乡里乡亲的都不知道这事 因为我呀 从来就没把这些跟别人说过 刘春宏为什么要下定决心杀李征 他说是2014年9月份发生了一件事 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时刘春宏呢 被查出来有子宫肌瘤得住院做手术 他说这李征啊 一直没看过他 是他娘家的哥哥在那照顾他 刘春宏生了病了 住了院了 做了手术了 做丈夫的啊 一点不关心 不闻不问 这表现呢 就让他寒了心了 而住院之后发生的事情 让刘春宏对李征是彻底的失望了 刘春宏说 出院以后自己还带着伤呢呀 还没完全恢复呢呀 李征把他绑起来 强行的发生了性关系 刘春宏看看别人家幸福的生活 想想自己这苦日子 他心里边难受 于是呢 这一天端着红糖水就走进屋里啊 来大郎该喝水了 那说来说去 这个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尽管说刘春宏交代 是自己杀害了李征 但警方总觉得呀 这背后还有其他的事情 正常情况之下啊 一个大老爷们 身高体壮 一个柔弱的女子 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争斗 这女的要想把这男的 顺着后脑勺子拍那么一下 制服这个男的 他不容易呀 因为咱们说了 确实死者身体里边是有毒药成分 但是他不是被毒死的 而是前边被捂着嘴和鼻子 在那憋着 后边被人用东西拍了后脑勺 这么着死的 这刘春宏交代 说当时他拍李征的作案工具 就是普通的砖头 民警一看 这说法明显不可信 为什么呀 这个伤口咱们之前说过 是比较规则的 砖头是行不成那种伤口的 警方啊 对刘春宏的供述就产生了怀疑 而另一组民警呢 还在现场重新进行勘察 这时候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发现在他们家那院墙 外墙面上 有一个攀爬灯彩的痕迹 这痕迹呢 看不出鞋底的那种花纹 但能看出来 这是明显的鞋印所形成的 按照刘春宏的供述 他杀害李征之后 伪造了李征自杀身亡的现场 然后从里边把大门锁好 跳墙出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外墙上留下的脚印 就应该是刘春宏的 那事实果真如此吗 民警啊 在现场做了一个侦察实验 让一个身高一米七五的警察 从墙上滑下来 留下的脚印 和案发现场脚印的位置 大致相同 可刘春宏的身高 只有一米六左右 这个身高 绝不可能在那个位置 留下这脚印 说明这脚印是另有其人 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 根据现场发现的这枚脚印 民警展开仔细调查 通过技术人员对脚印进行分析 最终确定 这个脚印不是女人留下的 而是一名男性的 警方啊 就又对整个外墙周边 进行了一个勘察 就琢磨着呀 顺着当时墙上 跳下来的那个足迹 咱们呢 去进行外围的追踪 因为他当时跳下来 他得走啊 他得跑啊 咱们看看 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但是 现场的外围 也都被破坏掉了 这可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候 死者李正的弟弟 又跟警方说了一事 哎 本来家丑不可外扬 但是到如今出这么大事 我也只能说了 我嫂子呀 在村子里还有一个情人呢 叫李传德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民警心里一机灵啊 那这李传德 是不是就是留下脚印那个人呢 问问刘春宏吧 刘春宏说呀 李传德呢 是在他孤独无助时候的一个倾诉对象 俩人的关系 慢慢的越走越近啊 确实就成了男女情人了 这种关系啊 双方家庭都接受不了 都反对 这时候李传德的妻子呢 也有所耳闻 这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因为这事 刘春宏跟李传德的妻子还打过仗呢 这一回冲突啊 在全村闹得那是沸沸扬扬的 大家都知道这事了 李传德也因此跟妻子离了婚 由此警方更加认定 这李传德的确有着作案嫌疑 再通过外围调查 收集过来一个信息 说李传德从案发到现在 天天喝酒 顿顿喝酒 还不是普通的喝 哪回喝都得把自己喝醉了 警方就想着 他是不是心理压力大呀 查查这李传德吧 李传德也是这亭子里村的村民 52岁 警方啊 第一时间对李传德进行了问询 李传德倒是挺痛快 没怎么费周折 就承认了自己参与了作案 他说那脚印确实是他留下的 那么这刘春宏和李传德 为什么要杀李征 真的是因为李征对刘春宏的 这种家庭暴力吗 虽然李征是不是对刘春宏 有过家暴行为 现在没有办法核实 但是李征知道刘春宏 和李传德的关系之后 肯定他得生气呀 应该就会有一些过激的举动 不过又涉及一个问题啊 民警也问刘春宏他们了 说既然你们夫妻俩 关系到这一步了 你又跟李传德 有了那样的关系 为什么不离婚呢 你们俩各自离了婚 在一块住名正言顺的 何必走到这一步呢 刘春宏说呀 就在自己出院 被李征捆着发生性关系的 第二天晚上 刘春宏就提出离婚了 但李征说了 你要是跟我离婚 除非你不在这个国家过了 要不我不管你走到哪 我逮着你 我就杀了你 我把你全家都杀了 刘春宏甚至还想过 我呀跳了黄河就得了 他还想去李传德家那边跳去呢 因为这个村子呀 就在黄河边上 尤其李传德的家 离黄河特别近 刘春宏说那天呢 都到了黄河边上了 后来就在那儿 一待就待了一宿 眼瞅着天都要亮了 他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 凭什么我死啊 凭什么他不死啊 他就想让李传德 帮自己把李征给杀了 就这么着 俩人才合计好了 一起把这李征杀害 把李征杀完之后 抬到院子里 灌下去了农药 至于李征的弟弟 看见这李征家里边 还在那晒被子 是怎么回事 这是杀完李征之后 特意的把被子抱出来 挂在了院子里 让人呢 看到一种假象 好像里边是有人晒被子呢 随后啊 刘春宏先从大门走 李传德从里边把门插死 再从那墙上给跳出来 在李传德的指认之下 警方在黄河岸边 也找到了死者李征的衣服 还有被子 这时候啊 这衣服被子已经被李传德给烧毁了 最终山东省自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宣判 刘春宏和李传德 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 无期徒刑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李青海案 这个案子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了 是吧 也被称作震惊全国的831湖南特大灭门惨案 这个案子呀 其实跟咱们之前说过的 备受关注的张寇口案 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咱们从头来说 这李青海呢 1970年出生在湖南省新少县的一个偏远的乡村 他的父母啊 都是当地老老实实 他的实实过日子的农民 家庭条件呢 并不富裕 但是说回来 在上世纪70年代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富大贵的 大伙日子呀 都过得大差不差 可是谁都没想到 1973年李青海三岁的时候 他们家呀 出了大事了 1973年 李青海的母亲 实在受不了家里边的贫穷了 吃饭都费劲 于是就跟李青海的父亲 也就是自己的丈夫李莫银 大吵了一架 吵完之后 这李青海的妈妈气得都不行了 摔门就走了 跟着一个有钱的城里人就跑了 其实那时候这个城里人说有钱啊 也没有钱到哪去 只是条件呢 比李莫银要好上不少 吃饭吃饱 这没问题 当时这件事情啊 闹得人尽皆知的 村子里边人哪 都知道这事 李莫银呢 后来出去之后 也被大伙指指点点的 这村民们都很传统啊 尤其在那个年代 说媳妇跟人跑了 哈 恨不得都戳这李莫银的脊梁骨 就说这小子太无能了 怎么连自个老婆都保不住啊 真是个窝囊废 就因为这些事 导致这李青海 从小想找伙伴们一块玩耍的时候 都没人跟他玩 有的时候啊 年纪稍微大点的孩子啊 说话更是不客气 一看见李青海来了 直接就骂他 你快滚蛋 我们不跟没有妈妈的杂种一起玩 这说的话太难听了 这是人格侮辱啊 这些过分的言语 一次一次的就刺痛了李青海稚嫩的心呢 他就总在想 什么时候大伙才愿意跟我玩啊 一转眼 这李青海该上小学了 进入小学之后 这也是一个新的环境啊 本来他想着 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能从头开始了吧 但没多长时间 李青海家的那点事啊 同学们又都知道了 因为毕竟有一个村子的小伙伴啊 会跟他一起当同学吗 一来二去 大伙都知道了 这么一来 就没有人愿意跟这李青海当朋友了 甚至啊 连老师都有点看不起李青海了 其实要说起来这些恶言恶语 从哪来的呢 最大的一个传播途径就是李青海他叔叔家的六个孩子 那六个孩子呀 把李青海的身世啊 编成了天油加醋的故事 天天的跟这个说 跟那个聊 没多长时间 学校里边的人呢 一多半都知道李青海家那点不堪的往事了 所以李青海小学阶段那是更加的绝望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孩子们的性格也会越来越叛逆嘛 都会进入青春期啊 后来这些同学们呢 就已经不满足于在言语上侮辱李青海了 他们更过分了 会把李青海推进女厕所里边 然后嘲笑他 让那些女同学骂他 再或者把这李青海反锁在教室里边 谁都开不开门 只要同学们欺负他的时候 李青海稍微有点反抗 哪怕有点不高兴 有点抵触的情绪 同学们上去是又打又骂 并且事后没有人跟他道歉 没有人有过一丝的后悔 大家就感觉这是李青海应得的 谁让李青海他妈跟别的男人跑了呢 谁让李青海从小就没妈呢 同学们做的过分 这还在其次 更过分的是他叔叔家的那几个孩子 叔叔家不是六个孩子吗 人家兄弟人数多呀 人多势众啊 每回啊都把李青海当出气包似的 就那么打着玩 拳打脚踢 这俨然成了那六个孩子的一乐了 哎好玩啊 这是他们的一个游戏 丝毫没把李青海当做他们的骨肉兄弟啊 不光打他骂他 还会抢走李青海身上本来就不多的零花钱 这李青海啊 经常是鼻青脸肿 瘸胳瘸腿就回家了 后来李青海实在是忍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 他就想着我只有彻底离开这个家 我呀才能算是摆脱这些人 到了13岁的时候就辍学了 出门打工 临走的时候 同学们也好啊 这村子里边的小伙伴也好 叔叔家的几个孩子也好 还在嘲笑李青海呢 哎就你那怂样啊 你能干什么呀 出去不得饿死你啊 没妈的孩子 大伙啊 在言语之间处处都是对李青海的鄙视 甚至跟他说了 就你这种没妈的人呢 指他们配当一个乞丐 要饭去吧你 李青海也没有说什么 毕竟从小到大都是在忍受着这些 他呀总算能离开这伤心之地了 他对未来的日子还是充满着期待的 1983年李青海算是初入社会 可是他哪想到啊 刚一踏入社会 难题可就来了 之前还只是同学伙伴 堂兄弟的七五啊 现在涉及到生存问题了 自己年纪小 还未成年呢 学历又低 他没有什么生存技能 所以没有单位收留他 找不着工作 你就没饭吃啊 李青海就琢磨 我该怎么办 我是继续在社会上闯荡 我还是回到家里边 求我爸再让我去学校读书呢 这李青海啊 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回到学校了 不愿意再受到同学们的侮辱 同学们的打骂 于是毫不犹豫的 他就选择了 我要闯荡社会 整天 这李青海就在街上 胡乱的晃荡呗 也没点正经事 到菜市场 看人家谁有点剩菜啊 到垃圾桶里边 谁有点剩饭 胡乱能吃 能活着就行了 很快 有一个团伙 就注意到他了 这天呢 李青海在街头捡了一块馒头 在那儿砍着呢 几个男青年 突然就把他给围住了 李青海当时一看 整个人都吓傻了 懵了 他看着这些人 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呀 但他也有经验呢 上学的时候 但凡同学们一围住他接下来 那就该上手了 自己啊 少不了一顿毒打 过了半分钟 有一个满胳膊纹身的青年 拿出来了一把匕首 就架在了李青海的脖子上 小子 我们注意你很久了啊 整天在我们地盘上瞎转悠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有何居心呢 李青海当时吓的呀 他不敢说话呀 后来呀颤颤巍巍的就在那小声的嘀咕着 大哥我我我我我我什么也没干呢 对方一看李青海这么怂 哦这态度就缓和下来了 知道这不是来砸场子的 这时候啊 这个男青年就跟他说了 小子要不跟哥混吧 带你吃香的喝辣的 李青海听到这话之后 当时感动的都不行了 为什么呀 从小到大 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人跟他说你跟我们一起玩吧 啊我照顾你 所以啊李青海听说这个男青年要收他当小弟毫不犹豫就加入到了这个团伙里面 这个团伙啊 确实不干什么好事 常年的无所事事啊 嗯 挣钱呢 就是靠偷鸡摸狗 要不就敲诈勒索 你说是黑社会吧 他也没那么大势力 就这么一帮男青年 顶多呀 算是一个混混组成的小团伙 李青海进了这个团伙 那算是如鱼得水了 您各位可能有疑问了 不对呀他之前那么老实 进了这么个团伙他能干什么呀 他呀还真有一技之长 到底有什么技能呢 咱们呢 接着上期节目来说 李青海呢 有一个优点 什么优点呢 体力好 从小到大让同学打 让小伙伴打 别人一打 他不敢还手 但他会跑啊 对吧 他得逃命啊 所以啊 这可就练出来腿力了 每一回呢 这个团伙去偷东西去 李青海 那都是打头阵的 除了体力好 伸手又灵活 所以每一回啊 他都是那个身上背着脏物最多的 跑的速度最快的 一跑啊 跑个二三里地啊 人家都不带气喘吁吁的 有了这样的技能 简直太适合这个小会会团伙了 哎 在这个小帮派里面 那家伙混得风生水起呀 好些个会会都来参拜他呀 到这儿 李青海在这个帮派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大伙都尊称他为一声偷胜 你看 这就是那个年代 对吧 后来在这团伙里面结识的狐朋狗友越来越多 李青海呀 不满足于偷偷摸摸了 他这心里边藏着事呢 他呀 要复仇 之后呢 这李青海慢慢的也就有了一些小弟了 就经常带着手下的小弟 到他原来上学的母校门口 堵截之前欺负他的那些同学 其中尤其是叔叔的那几个儿子 这是重点关照对象 只要被他们逮着 那肯定是一顿狠揍打得跟踩过似的 更厉害的 有时候啊 把这对方五花大绑绑在学校门口的树桩子上 做完这些之后 李青海 嘿 心里边 甭提多痛快了 原本呢 李青海的性格啊 有点唯唯诺诺的 但是 在这个帮派之中 随着一次次违法犯罪的活动 变得是越来越狠毒 他呢 也就以这些偷鸡摸狗 敲诈勒索的违法勾当 作为他的生存之本了 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邪的呀 1989年 李青海有一回去偷东西的时候 让警察呢 抓个正招 最终落网了 在审判的时候啊 警方不得深入的调查 每个人的详细情况吗 结果呀 就发现这李青海 那是劣迹斑斑 什么坏事都干 因为有过多次违法经历 所以这一回呢 法院从众就判处 他三年有期徒刑 那你进去之后 好好改正呗 哎 他不是 他就感觉不就进去三年吗 三年以后出来 我又是一条好汉 我接着当我的大哥 进了监狱之后啊 那就天天踏踏实实的劳动 接受改造呗 每隔一段时间 他的父亲李莫银 都会去监狱探视他 每一回见面 父亲呢 都会嘱咐他 青海啊 以后啊 可不能再犯事了 你在里面呢 得好好改造 出来之后呢 找份正经工作 一般呢 家长对孩子的期望 也就是这些了 这李青海 每回听完了 就点点头 在李青海的内心里 非常珍惜 每一次父亲的探视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 他认为他的父亲 就是他唯一的亲人了 李青海呢 在监狱里面 不停的感化 不停的教导之下吧 善良的一面 也激发出来了 在监狱里边 为人很和善 跟大伙呢 关系挺不错 但没想到 不久之后 发生了一件事情 彻底的改变了李青海 1991年的一天 李青海啊 正在参加劳动呢 预警们把他叫到办公室了 之后呢 有一位民警就跟他说 李青海 你的父亲出事了 监狱方面 已经给你办了保外就医的手续 你现在可以出狱了 李青海一听 彻底就慌了 我父亲到底怎么了呀 但是警察呢 没跟他明说 你回家去看看去吧 李青海啊 赶紧的吧 回去吧 重获自由之后 马不停蹄 赶回家里 但是到家 看到的那一幕 让李青海彻底的崩溃了 在出狱前几天 他的父亲刚来看过他 还刚刚嘱咐过他 但现在 父亲已经成为了冰冷的尸体了 早就死了 身上啊 还有一道血淋淋的刀疤 他的父亲被人杀死了 李青海接受不了啊 狂唐一下跪在地上 哭天喊地呀 等冷静下来之后 他得问问 到底怎么回事 我的父亲到底是被谁给害死了 经过打听 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原来啊 李青海入狱之后 邻居李子文 李洪才 这俩人 就一直欺负李莫银 就感觉李莫银一老头了 就一个人也没儿子 也没媳妇 那欺负他 跟闹着玩似的 这李子文跟李洪才呢 都是大龄 单身 男青年 想着娶媳妇 钱也不够 这一天呢 俩人啊 趁着晚上 就到了李莫银的猪圈里边 打算把猪偷出来去卖钱 这偷猪 各位想啊 得多大动静啊 李莫银呢 就发现了 在李莫银 追逐这李洪才 李子文俩人的时候 这李洪才啊 抄起来菜刀 一刀 就砍到了老爷子的动脉上 最终李莫银 因失血过多而死 这李洪才跟李子文 那也跑不了啊 很快被警方逮捕了 但是呢 因为是过失杀人 他们的主观目的不是杀人啊 主观目的还是偷猪嘛 被判处了 无期徒刑 在李青海的眼里 除了恨这兄弟俩杀害自己的父亲之外 还恨自己的叔叔一家 为什么呢 李莫银呢 受伤之后 爬到了叔叔的家门口 寻求救援 结果呢 叔叔一家人呢 完全无视李莫银 李莫银的尸体 最终也是在叔叔的门口被人发现的 李青海在想起来 之前那些年叔叔的几个孩子是怎么欺负他的 叔叔一家人又是怎么看不起他们一家的 要不是叔叔一家人见死不救 这一次自己的父亲也不一定会死啊 反罪的虽然进去了 但是叔叔这一家 那也不是无辜的 法律制裁不了他们 那我来制裁他们 李青海 之前就有一帮小弟啊 这回啊 把之前在这江湖上认识的啊 各路好兄弟好朋友 就又召集起来了 这一回啊 他要制定一个复仇计划 这个计划 持续了十年之久 一直到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一号 李青海 和同手下几个人 敲响了叔叔家的大门 一场血腥的杀戮 要开始了 这回开门的 是他的婶婶 别看婶婶是女人 但李青海对他也恨极了 丝毫不带怜悯的 他呀 腰里憋着一把自制手枪 掏出来 啪就是一枪 看见婶婶倒地之后 身后的小弟拿起砍刀 对着婶婶一顿乱砍 之后几个人冲进院子里边 当时叔叔一家人 整个都懵了 李青海 冲着他们就喊 你们不是喜欢看着我父亲被砍死吗 今天 我就让你们尝尝同样的滋味 说完了 举起枪来 一通乱打 子弹打完了 就用刀在那砍 刀砍断了 就用桌椅板凳在那砸 没过多久 叔叔一家十三口 全部倒地 李青海他们呢 也着急忙慌的就跑了 可是天网恢恢 说而不漏啊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跑 跑不了 他们这一行人呢 刚跑到火车站 就被当地武警给围住了 李青海呢 也没反抗放下武器 配合警方就走了 在民警审讯期间 警方啊 不得问他吗 李青海 你说你想复仇 那家人 两岁的孩子 难道也跟你有仇吗 李青海啊 听完之后 气得都不行了 俩眼呢 瞪得滚瓜六圆 他说了 他们全家都罪该万死 别说两岁的孩子了 我恨不得把他们的积压 一起砍死 让这家没有任何活物 最终李青海 因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1999年11月份 30岁不到的李青海 被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 行了 咱们这个案子呀 就讲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